大家好 今天又是柱基卿的时候 看到柱基卿的照片 拿着一本书去看 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谈文明冲突论 因为它里面真的有很多预言 我们谈了两个 伊斯兰和之前我们看到 其实中美冲突不可避免 这些情况其实有很多是分析的 有很多是长期的 所以我们很喜欢一些睿智的学者 政治人物各方面我们都很喜欢 因为真的可以提醒到我们 其实现在这个世界是怎么样 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今天我们就请柱基卿 继续跟大家讲一讲这本书的内容 柱基卿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因为上次我们都讲了两次 就是关于这个 Samuel Harrington那本书《文明冲突》 那我们觉得有些挺有趣的 还有觉得可以让我们反省到 现在看回现在的局势发展 那我也看回这两次我们的feedback 可以很老实讲 不是说真的可以吸引到这么高的view数 但我和大卫sir都觉得不是问题的 因为我们希望在一个知识频道里面 有不同方面的趣味性 知识性的 也有些是我们 多人喜欢听的就是说 我们去评论时弊 提出建议 或者一些是说金融大学 那个feedback 觉得很好的 都很多人有兴趣 那《文明冲突》 可能这个话题是比较 有点点学术性 和未必是每一个人有那么多感受 但我觉得不介意 我们可以在每一个礼拜 都找一些不同的议题 让大家 希望再沉淀下来 在你的知识频道里面 更多的有睿智 更多是大家能够思考 激发大家思考 那我也看到有些 百分之99.9的留言 都是相当之正面的 也偶然会有一些 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觉得那些看法 我不介意去做一个辩论 但是我就不想浪费时间 去帮他做一些和应 不代表我们觉得 我们不敢出声不敢认 而是觉得浪费时间 因为他是一个立场先行 他是一个用了很多的 他转了你的视线 似是而非 他说一些东西 以及拿了一些很学术性的 名词会出来 想 骗到我们 你看我多专业 那我们这里 我们不是学者 也不是专家 那我们也没有能力 去拿一本书去研究 但是我只是说一些 从来普通老百姓 我就多一些国内经验 那大学上是比较 教育方面 也接触了很多嘉宾 所以我觉得 我们可以继续 好吗? 好啊 那我们今天就再说 第一个预言 好啊 ok 那我们再重新这本书 有些观众可能没有看到 上两集 那我就说一下背景 因为当时有一本书是1990出版的 有个美国人 这个美国人 2008年已经过了一身的 那他写一本书的时候 1993年 1996年 那出了一本书的时候 就是说了一些 当时未必是受到 世人所认同 或者是注意到的观点 那我就在一个偶然的 看到乌克兰的事件以后 那我就想起以前 看过一本书 那讲到一些的文明的冲突 那已经是 我现在由乌克兰到 俄罗斯战争也好 包括现在 美国为什么打我们中国 打压中国打得这么厉害呢 除了利益之外 我觉得是 回应了这本书讲的文明的冲突 而是这个文明 是造成这个人 这个族群 或者是拥抱这个文明的一个群体 它是会怎么看另外一个文明 就是我们中文明 那今天我们讲这个预言 就是叫做 它是会提到 伊斯兰 它是通过战争 甚至那本书 有些描述 它是通过暴力 来解决的 那这个事实 在当年其实 想起96年 是刚刚 美国是去 开始插手在中东 但是在美国之前呢 也都有一个东正教文明 就是苏联 苏联 都是去 入侵过阿富汗 那当然呢 我们要分清楚到时 每一个战争的背景 有些是因为文明的冲突 也有些是因为利益的冲突 当时的苏联 为什么要进去阿富汗 它是一个国家的野心 那个版图扩大 它希望将苏联的意识形态 是扩展到由欧亚 直接出海 所以它一定要向南发展 希望一路就打到下去阿富汗 嗯 那我们今天说这个就是说 以文明的引发的冲突 那这个预言呢 那我以下所讲呢 是完全是按照一本书里面提出来的 不代表我和戴卫sir的观点 但是也都有一些 我们觉得是拿出来的 是挺对的 现在看回头 他讲的也是对的 所以我就拿出来讲了 好 以下我现在开始了 就讲这本书是怎么讲的 那这本书呢 有些人说是十大预言 那我们呢 就会抽一部分出来 那我们讲的这个预言呢 就是说 这本Sam Harington说 在所有地区 穆斯林和属于其他文明的人 有天主教 新教徒 东正教 印度教 华人 佛教 犹太教 种种 它们之间的关系总是 处于一个对抗性的 那它们在它们之间 大部分历史上面呢 在某一刻都曾经和这个发生的暴力的 而这个暴力的冲突呢 是源自伊斯兰周边去看 伊斯兰 穆斯林 更难以和其他的邻居和平相处 嗯 在伊斯兰文明中呢 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时间 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战争 穆斯林的边界呢 是通过战争来解决 它内部也是一样 在整个二十世 二十一世纪的上半叶呢 人家都感觉到 穆斯林人口 年轻的人口多得将不成比例 此外 穆斯林将大部分的青年人口 并且至少是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口 他们的反抗啊 不稳定啊 改革啊 和革命的主角来的 嗯 在历史上呢 存在大批年轻人的时期 往往是发生这类的 运动的时期综合 他认为到2025年 可能佔世界人口的将近半叶二十五 世界上的穆斯林人口 由于极高人口增长率呢 大约在世纪交达到世界人口呢 会半叶二十 再个月的年后 将会超过基督徒的人数 而到了2025年 可能佔到世界人口大约半叶三十 更加多的人口 需要更加多的资源 伊斯兰人口增长呢 是成为 军国主义的移民 助长了这个 穆斯林的好胜性 和军国主义的移民 结果 在二十一世纪初期 可能会发生 非西方力量 和文化的持续复兴 以及非西方文明的国族民族 和西方之间 以及它互相之间的冲突 这一段就是它的一个预言 我可以稍稍作为一个小小的 我的观点 它正在提醒一件事 就是说 以前是以基督徒 为这个世界主要的宗教 或者是一个文明 但是它预言 这个伊斯兰世界 去通过人口繁殖 就是人口增长 它会占到一个极高的比例 以及这些伊斯兰 已经不是在96年以前 他们心目中的伊斯兰 就是包着个头 大胡子 那些这样比较是属于暴力型也好 或者是属于一些好战性也好 它是在讲的 它依然 伊斯兰世界呢 96年以后 到我们现在2025年呢 它人口的比例会更加多 是年轻人 以及是受过中等教育 甚至乎高等教育 以及会出现一个移民潮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讲中了 现在看回其实我们很多 我们已经 我们可能是 推翻20多年前 我们的印象都是觉得 伊斯兰世界呢 可能是比较 好像是比较野蛮 在当年我们看 但是现在看回呢 其实我们越来越发觉 伊斯兰世界呢 它出了很多睿智的领袖 甚至乎他们处理这个世界大事 国际局势 虽然都会有经常出现一些军事的冲突 但是我觉得伊斯兰世界都寻求一些 是比较和平的处理的手段的 例如现在看到我们这个俄乌战争呢 那么后面的美国呢 又不断去挑拨中东世界呢 那么现在看到 沙特阿伯已经够胆和我们中国谈 我不用美元结算呢 我和你用人民费结算呢 其实这件事也是跨越了一个暴力解决的 他也是通过金融手段和和平的方式 希望去打开一个局面的 那我就说到这里 达威sir 你看看你对这个议员有什么感想呢 我找回一个数据 其实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要看回数据呢 其实现在根据一些资料的显示 现在穆斯林呢 总共有16亿的 而这个增长呢 大家看看我现在的 螢幕上的那个表 其实的时候呢 你计回Muslim 他由2010年到2050年 一个预计 他的增长比率是73% 基督徒呢 就35% 印度教呢 就34% 犹太教徒是16% 民间信仰者是11% 无特定宗教呢 就9% 其他6% 佛教徒呢 就0.3% 那其实 我们看到呢 就是在2070年之后 穆斯林呢 就是回教徒呢 占全球呢 是超过三分之一 成为全世界的第一大教的 而 基督徒呢 就会下跌到 去变成第二 现在基督徒呢 当然最多了 就是由天主教和这个 就是新教我们说的 基督教 那就加了33.8% 在未来的这段时间里面 但是的时候呢 我们观察到 其实呢 对于Muslim来说呢 我也有Muslim的朋友 真是很传统的 保守的 一些教义派 是女士来的 之前 但是他 后来来了婚啦 因为 虽然不可以离婚 但是他觉得真的受不了了 离婚啦 但是的时候呢 据我所了解的时候 Muslim是一个很和平的民族 人不犯我 我就不犯人的 但是 因为他们的发展呢 其实在一个 比较恶劣的环境之下 譬如大家知道 在沙漠地区 所以他们一定要团结的 所以他们就要照顾自己人 这个很重要 但是 你要看回 譬如我们看回马来西亚 也算是Muslim的国家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其实很多是回教徒的 其实大家都 彼此去尊重 和平共主呢 其实是真的 很多的 对于目前的情况来说 我们看到 美国 其实之前 我们看到特朗普 很多届的美国总统 都是刻意地 为 这个 因为宗教的原因 而制造仇恨 西方的社会也是 但是 这个 做不做得到 用不做得通呢 其实我自己觉得 是用不通的 就是做不到的 因为最主要 就是说 我们看到 他双重标准 譬如我们新疆 维吾尔族 他一直说 我们是 有对人民不好 是吧 有什么 所谓的种族灭绝 但是人口反而来越多 究竟为什么 他是解释不了的 但是 我们看到一件事 其实 现在 乌斯林的世界 和我们中国是很友善的 是吧 朱基卿 是啊 我现在看到这个 我觉得 其实是一个 挺好的 一个发展 是 为什么会这么好 这个文明的冲突 我始终说 其实 文明的冲突 不是绝对的 看看用什么方式 方法 我们是怎么去化解这个文明的冲突 当然 他这个作者 他依然就说 一定会是这样的 文明的冲突 因为伊斯兰 会通过暴力 去解决边疆问题 边界问题 其实 文明的冲突 一个巴掌拍不响的 可以像我们中华文明那样 採取一些中庸之道 採取一些仁义 诚信 去和他们接触呢 我现在看到中国是 取得一个很大的成就 对吧 在新疆那里 和穆斯林世界 那些穆斯林人 或者是伊斯兰世界 我们是在容纳 因为中国是本身 不排斥其他的宗教 但是呢 基督徒 西方文明是排斥的 他们排他性的 他一神论 我只是信 我有个神 The God is the only one 他任何其他 会挑战到他这个 排他性呢 就会引起一个冲突的 嗯 那如果觉得呢 文明的冲突是通过什么手段呢 就是看我们会计较 现在的事实看出来 中华文明 是真的可以处理到这个冲突 那这个是我的看法 那说到这里呢 不如我就带下一个议员出来 好啊 下一个议员呢 也是Selmy Haring在日本书的 这个议员呢 我叫第四议员 那这个议员的标题就是 伊斯兰文明 中华文明 和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 嗯 OK 那他的说法就是说 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的共性 甚至不及西方文明的共性 但政治上呢 会走到一起 对抗西方文明 伊斯兰国家和中国 拥有与西方极之不同的伟大文化 传统 并认为其 传统呢 远较西方的优越 伊斯兰文明 和中华文明 在宗教文化 社会结构 传统 从政治 和根据于其生活方式的基本 观点上呢 是存在根本性的不同 从根本上来说呢 在两者之间是具有共性 可能 都不及他们各自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共性 但是在政治上呢 共同的敌人 将会产生共同的利益 伊斯兰社会和华人社会 都视西方为对手 因此呢 他们有理由彼此合作来反对西方 甚至会 好似同盟国和史太林 联手对付希特拉一样的行事 只要 穆斯林人口增长 和亚洲经济增长的浪潮 继续下去呢 西方 与挑战者 民民之间的冲突 将会超越 其他任何分界线 而成为全球政治中心 在这样的形势下面呢 儒家的儒教 及伊斯兰国家之间的联系 会继续 或许会扩大和加深 然而中国方面 对反西方的儒教 和伊斯兰教 国家联系的热情 会一直相当低落 中国不需要正式的盟友 而其他的国家又会发现 和中国结盟 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这个就是他讲的 当年的议言 那当中呢 我觉得有些是对 也有些是 刚才所说的 他的判断就是说 这个文明是不会解得开的 反而我会觉得是 我们中华文明 特别在我们近这10年 我们是通过了 真是一个很柔和 和很讲道理 讲诚信 是真是处理了这个冲突 那我就觉得 有部分是对 有部分是不对 但我觉得对的地方 他讲的是一个比较值得去思考的 就是说 其实我们中华文明 和伊斯兰文明 是有些根本上的不同的 是极大的差异 但反而呢 伊斯兰文明 和西方文明 其实都有很多交集的 尤其是在中东 那其实大家知道 基督教在哪里出来呢 百里行 是吧 他们耶稣的出生地 其实是和中东有很多交集的 还有在犹太教也好 那其实好像在以色列的哭場 他一个圣城是归纳了几个宗教的圣地 那可以这么说 他的源流 各方面 其实在西方文明 和伊斯兰文明的共性 是多过和我们中华文明的 但是呢 这个作者就认为 因为他们这两个文明 虽然有共性 但是在政治上呢 会发觉西方国家呢 和他们的利益上面 是不可以共用的 不像是和我们中华文明 我们可以让一些利 大家共同富裕 或者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些新的概念呢 反而是能够将这些文明 是消利了的 大卫sir 那你怎样看法呢? 我这件事 我真的有个很深刻的看法 其实西方对于任何宗教 其实有很强的排他性 基督教 基督教是排他性很强的 天主教还好一点 那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呢 就是在过去的时候 我们去观察到 其实 西方是不断地掠夺其他地方 它是毁灭了别人的宗教 包括南美洲那里 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宗教 譬如好像 西方会觉得这是一个余教的思想 但是这个时候 一个余家的思想 其实也是一样的 它也是会强烈地去排斥 不希望东方的文化去影响西方文化 那就看回头了 但是为什么我们中国呢 其实中国五十六个民族 不同的宗教 为什么中国都能够共融呢 这一点是很值得去思考的 是不是 朱基卿 你有什么看法 对这一点 是啊 其实我们 可能是一个 我们中国的传统 那么多的五千零 真是可以这么说 是一个智慧来的 而这些智慧 我们通过一个 利利合合 高高低低 又激战 看回中国的历史 其实也是 我们不可以说 我们中华文明 就由始至终都这么优秀 那还有很多 很多的做法 或者采出的政治概念呢 是在那个时空背景里面 那时候是对的 或者那时候是不对的 而看回几千年后 看回就是对的 就是等于 大秦灭了六国 一统天下 在当时 那些人又说他焚书坑虞 又说他就是毁灭其他文明 那么很多这些 就对那种贬义 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整个五十六个民族 他是不是曾经是第一个始皇帝 秦始皇 是真的将这个一统了五十六个文明 但是现在看回 他也没有说消灭到所有文明 那么很多人说他 焚书坑虞 消灭别人的那些文化 其实不是的 在历史 有些历史学家 就会提出那些论点 其实这些是民间所说的 其实秦始皇 是想收录了六国的经典 在厄房工 但是不是他消灭的 因为他是战败了 只是被人消灭了 其实很多人就将这个历史背景 或者是有些做得混淆 但是其实是你坐汉增上去 杀了 就是佔领了房工之后 大消灭了 消灭了那些竹简 那这个也是有些要糾正一番的 那可能我不是历史学家 我只是看了几本书 和一些专家的论述 我是信服是有这个看法的 但是他也做过一些 要统一文字 统一道两行 那现在看回这个是对的 如果这个中国是有那么多 出现那么多不同的民种 那么多不同的道两行 那对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 和科学的研究 都是一个障碍 那如果现在看回 我觉得是对的 但是中国有一样的比较是 和其他的国家更加不同 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国教 就是一个宗教 没有一个宗教是可以影响到那么多的朝代 佛教有部分会影响到一些朝代 好像武漆天的时候 是很信奉佛的 也曾经在一些年代 都是一些封毅者 酷销 是密乎 中国曾经施佛 就是将仪教 打成一个移教 然後将一个仪教 抑制strom 但是这后也会再再重立 去到文化大革命 也曾经出现一次 בius 就是随三 九 将所有这些宗教 我們以共产党的无神论 去打倒在宗教 但是现在回来 我们 ENCOUTH 在世界上的新中国 也发展一个有宗教局 去统筹所有宗教事务 而是好感将所有的宗教的冲突 是消除了的 大家和平共处 你信你的道教 你信你的伊斯兰教 你信你的佛教 已经将这件事 我觉得中国是很成功地 将他们一一安排好 人家说我们灭绝这个种族 消灭伊斯兰文明 我们一次看过一个 我们外交部华春莹 去直斥其非 他说我们中国的清真寺的数目 你们知不知道有多少个 我们全世界除了中东地方 我们是非中东地方 即非伊斯兰世界 我们中国是最多的 你问回美国有多少个 清真寺 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的中国 是可以接受所有不同的宗教文明的 这是我的看法 其实中国没有宗教在这里 其实各种的宗教都可以和平共存 包括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 甚至一些民间宗教都可以 我刚才查到 其实我们的南美洲的印加文明 其实是被灭了的 完全灭绝了的 我们反而可以融合到 每一个民族不同的宗教 还有我们中国真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 民族 不能说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中华民族有这么多的民族在一起 为什么当初毛泽东要这样强调呢 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 如果你离一个灭一个 你变成少了那个包容性 所以中国现在在世界各地 在国际上 它所做的每一件事 其实就是它国内的 国家内部的一个做法 的一个投射 投影 它不是要灭绝 它是要共融相处 所以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预言 是令到我反思的一件事 就是说 其实伊斯兰文明 中华文明 和西方的文明 其实是不是真的 不可以和平共处呢 我觉得和西方文明是困难的 是非常之困难的 这个 因为它的时候 那个霸道很重要的 比如我刚才 我就在 就是和处境聊天的过程里面 我就上网找资料 我就找南美的宗教 出来的都是基督教天主教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 一个西方的一个文化 或者是宗教的一个霸权 就是抱歉我这么说 如果有基督徒的话 就是不好意思 那这个是事实来的 就是不断去传教宣教 其实这个是个人的自由 但是的时候 在过往的每一段历史里面 我们其实 我都可以看到 就是 你是用一个强迫的情况 逼人家去 接受你的宗教 不是 不只是接受 是用千方百计地 令到你的宗教版图 是扩大的 这个是文明之间的一个矛盾 因为我要我文明强大 我必须要去做到 就更加多人信仰我所知道 或者我所熟悉的神 或者是上帝 对于整个西方文明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误差点 其实的时候 除了 安吉鲁撒克信族 就是我们的白种人的种族 之外 那其实 宗教的问题 也是一个 最严重的问题 如果当 布斯林 真的在世界上 就是他说 在2070年左右 他就会真正超过基督徒 我相信这个步伐 会更加速 更加快 因为 应该不止三倍 或者四倍的速度 去增长 我觉得 是因为的时候 我们看到 伊斯兰教徒 其实是真的很团结 还有人口很多的国家 很多都是伊斯兰的国家 那对于 整个社会的架构 文化的架构 无论是传统上高 我们经历了很多 我刚才处境说得非常之正的一点 就是说 当初秦始皇 为什么要统一道量行 车同轨 还有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是也保留着 很多六国时候的一个经典 奔书坑于是有的 因为 有些事情 它是要令到整个统一的 这些很残忍的 我们也觉得它不对 但是的时候 有时候 你要同一个国家 令到中国 不会像欧洲国家 那样分散 的话 其实对于中国 生存在这片土地的所有民族来说 是一种保护 我们也经过外族的入侵 大家都很清楚 蒙古 吕珍族 这两个外族入侵 和五代十国里面 我们北方受了很多 姜族 底族 蜆族 那些不同的小宿民族 五湖暖华 那时候 其实也有很多 但是后来 为什么会完全融合了呢 就变成一个很复杂的 一个中华文明 其实原因就是 有一个共同的理念 就是大家都想在这片土地上 按它来业 是不是 就是当你分配不均 是的 分配不均 譬如我们看回以色列 和巴基 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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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你喜欢去哪里 你就去哪里 广阔的土地 我相信柱几庆都会在深圳里面见到不同省丝里的人 蒙古族你可能会见到 新疆西藏的藏民 或者是疆族的朋友 我们都会见到 我在中山这里沙溪都有一档是 卖新疆的烤羊肉 很好吃 那里我们都有感觉的 这些这样的情况 你在外国当然见到 但是他们会在什么层次生活呢 对于我们中国来说 这些全部都是我中国的国民 你就看回东欧好了 东欧里面的每一个环节里面 你都会看到不同种族的运动员 在这里尽力这样去比赛 这个是什么 无论他说什么语言都好 他都是中华民族的儿女 这种感觉才是民族共融的 是吧 所以这一点的时候 反而我觉得文明的冲突 你要看看怎么看 中国的包容性是非常强大的 每一个民族里面保留着他们自己的特色 我有藏族的朋友 是吧 新疆族的朋友 我没有了 其他省市其实都是不同种族而已 我简单来说 是吧 北方人和南方人已经差很远了 是吧 上海人又是一个不同区域的民族 是吧 但是这些民族不要紧 全部都是中华民族 那种情况是很不同的 很不同的 和美国那种很明显地分出 有色人种和白种人差很远 还有你有分归的 但是中国没有的 处境这个很值得讨论一下 请讲 是啊 你觉得很适合 我们再看看现实 可能我们在上面 戴卫尔和我都有些个人的观点 就是我们的看法 不一定要对大家 大家可以去作为一个趣味性的探讨 但是我想提起一些已经发生了的事情 好像戴卫尔所说 印加文明是比西方文明尽迁的 因为它进入了美洲之后 包括南美洲和北美洲都好 印第安文化基本上现在剩下的那些 它用毒品大麻 它们画一个叫做自留地给那些reserve 给那些印第安人 容许你开赌场 它给一些很伟美的生活给你 令到你们的文明自然消失 这是远性和策略性的消灭文明 而暴力性的消灭文明 就是当时欧洲国家去到南美洲的时候 是以暴力手段 是杀了他们认为的异教徒 你不接受我们的西方文明 就是我们的天主教或者基督教 你就没有生存的空间 所以看到现在我们的南美洲 大部分没有 可以说八成九十九都已经不存在任何 他们本身本土的宗教 他们很多都是信了天主教或者基督教 经过几代人来都数百年 基本上他们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宗教 我一个更加可悲的 反而我们在中国 虽然经过文化大革命 经过这个共产主义 在苏联带入来的共产思维 当时的无神令 是我们是有一段时间 是压迫了那些宗教的发展 但它不是说 我只是不给你这个 你的文明 不发展 我已经发觉到这个宗教局 已经是产生了一个作用 是一个共产 以及是容许大家去发展 但是有些人就说 你中国不容许我们西方文明 基督教 天主教 其实不是的 因为我们国内相信 大卫sir也看到 有天主教 他们会做黎撒的 一样有的 我们不是说不容许你去做 但是在内地 有一个大家要知道 就是说 你的播道方式 你不可以一个公众传播 去讲一些的歪理 去散播一些的思想 你可以说 我家人是天主教 我要受洗 他不介意的 他一样有地方给你去做 但是你不可以利用这个宗教 去影响其他人 令到一些非天主教的 我就去压力你 去挣压你的生存空间 我觉得这个是中国的好的地方 现在看回这个世界的局势 当然这本书讲的一些语言 有些已经实现了 有些也未完全实现 但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说 别人写了语言 我们就要默默去 甘愿去 觉得这个宿命论 就会这么发生 不是的 这个Sammeriton只不过是学者 他根据历史的研究 对文化研究 他作出一些这样的语言 其实语言呢 永远都可以改 他不是神来的 但是我们怎么看这个语言呢 就说如果我们不去思考 他为什么会这么想 他为什么认为一定会出现文明冲突呢 这个就是文明的语言 就会出现的 而我们中国呢 就是可能思考了一个 已经考虑到不同文明之间 可能出现的冲突 而是我们做了一些很好的措施 做了很好的对应的方式 是令到大家共融 这就是我对这本书的看法 今天我讲到这里 就停一停吧 到我们下一集 再继续其他的议言 也欢迎我们观众 对我们的看法 给多一些不同角度的看法 对这本书 或者大家有兴趣去看看 我觉得是有帮助到 我们去了解这个世界的 是吧? 戴卫尔先生 我绝对相信 因为很棒 我很喜欢讨论这些议题 最惨的就是 没什么人可以跟我谈 现在储基兄被我捉着来谈 他不知道是否幸好 不幸好 不过多谢储基兄 有机会 邓飞校长很厉害的 他的世界史很高的 没错 他真是 我很佩服的 一位学者 我很佩服 是 那我们就说到这里 好 我们下一集再说其他文明 好 好 拜拜储基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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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储基兄 好精彩 好精彩 我就真的很想继续讨论下去 但是我说过 节目呢 我们就尽量不要做太长 短短的 大家适切地去看看 都可以翻看再翻看 是吧? 多谢大家的支持 记住订阅戴卫sir的频道 有普通话 和广东话的频道 还有今天头条 我也有爱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的时间到这里为止 拜拜 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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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